大家好,又是我DSC塑料文,繼續來到我們2022年DSC Parts Saber解卷卷二第十三條的位置 題目是這麼說的,他在考一個叫做聯變,因為他的題目是沒有部份這個字,所以我們知道他不是部份變 他是用一個叫扯,移扯的扯,所以我們就會知道他是在考聯變 他就說有一個叫做U,U是隨著V的平方根正變,所以就等於把V的平方根放在分子上 因為乎正變的話我們就會放分子,而且同一時間隨著W去反變,所以我們會把W放在分母 但不要忘記,正規少少,雖然我們都在做MC沒有步驟,不過最好也是有個習慣加上一個常數在分子的位置,叫做K 即是說他那個題目是間接給了這條公式我們 然後他那三句Statament,那三個選項就是在考我們主項變換 第一個選項叫我們砌一個叫做U二次的東西出來,於是我們跟著這條式砌一個U二次的東西出來 那怎樣可以看到U二次呢?很簡單,我們兩邊二次放進去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句說話,我們為了要看到U二次,把題目的這條公式,我們兩邊Square 就會是K Square,這邊沒有了跟號,因為二次和跟號抵消,剩下V,下面是W的Square 好了,然後我們再對對那句Statament說話對不對? 他就說是會隨著V去正變的,對,百分子就是正變 以及隨著W的平方去到反變 W的平方其實就是W的二次方,所以擺份母是反變 所以第一句說話是對的 OK,我們看它百分子還是份母,就可以判斷到它是正變還是反變 OK,好,那跟著第二句Statament 他叫我們組一個V出來的,哪裏有V呢?我們不要用這條式組,因為這條式是開方V 那哪裏有V呢?其實就是這裏有V 所以我們就由這句說話那裏,即是這句Statament那裏出發,去組一個V做主項 我們會將W square成對面,將K square除回去 所以V是會等於U square,W的,哇,寫了三個,W的Square,再除回K square OK,這個是W,寫得比較醜 好了,那這一句說話呢,我們就對回去第二句Statament,究竟對不對 他就說V是會隨著W去到正變,已經錯了,因為這個不是W 這個是W的Square,所以其實只是第一部分已經錯了 好,儘管看他後面說什麼,而且是會隨著U的平方根去到反變 首先這東西不是平方根,這東西是平方來的 第二,他都不是反變,所以基本上整句說話都是錯的,充滿錯誤的 所以第二句說話是錯的很明顯的 好了,到第三句說話,其實你可以選擇了,因為你2錯了的話 其實你知道答案是B,不過我們解卷的角度就照看 如果你考試的話,你就選B的了 好,然後我們先看看,第三句他叫我們砌W出來 哪裏是最容易砌W出來的呢? 這裏,這裏就正確有W了 你不要用這句說話去砌,首先這句是錯的 你也不要用這句說話去砌,因為這個是W的Square 所以最簡單令你可以W做到主項的,無非就是這一句了 OK?我們現在看著這句,去砌W做主項 很快心算一下,我們把W成對面,UW 然後再把U除回來 所以W其實就等於K,然後開方V除回U 就是這樣 好了,對對第三句說話,為什麼會對? 因為我們基本上知道答案是B 就是它是對的,其實 但也要看看為什麼是對的 好了,他說會隨著V的平方根去到正面 開方根的書面語其實就是平方根 所以正面也是對的,因為它擺分子 所以第一句先對 同一時間,而且會隨著U去到反變 這個是U,沒問題 兼且它是在擺分子 所以我們知道它是在反變 所以整句第三句的Statement 我們知道是對的 所以最後答案自然就會是B 好,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